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讲解快速填充前景色或者背景色 在填充之前,我们首先在画面中绘制一个区域 比如我们要绘制的是这样的一个正元型选区 下面我们可以为这个正元选区内部进行填充 在填充之前,我们最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每一次绘制的内容或者是添加的元素 尽量要在新的图层中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单击底部的新键图层按钮 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那么想要对前景色进行填充 那么我们可以先设置一个合适的前景色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吸管工具吸取这个背景中的黄色 作为我们当前的前景色 然后选中这个新键的图层 填充前景色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快捷键 就是键盘上的out键加delete键 可以快速的以当前的前景色进行填充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背景色的填充 那么可以单击背景色 在弹出的实色器窗口中 设置一个合适的背景色 而背景色的快捷键是 Ctrl加delete键 按下这个快捷键就可以快速进行填充 使用CtrlD可以取消选区 好 今天为大家讲一下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查明词 杨栋梁